今天上午8時06分 一輛輕營貨車、一輛的士和一輛私家車 在青馬大橋往機場方向附近的位置發生傷狀 沒有人受傷 而在4分鐘後 大橋同一方向的附近位置 再發生兩宗交通意外 分別涉及兩輛的士和兩輛私家車傷狀 以及一輛的士和一輛私家車傷狀 行兩宗意外都沒有人受傷 事故原因有待警方調查 到今天上午8時15分 青馬大橋往機場方向再發生5車連環傷狀意外 涉及3輛私家車和2輛的士 現場消息指有4人受傷行全部慶傷 網上流出事發時部分行車紀錄儀的片段 片段中可見 大橋快線當時已有條長長的車籠 及後一輛私家車收製不及撞上 你除2輛的士再洗肢 司機紐泰閃避不果養成意外 運輸署今天早上曾宣布因交通意外 青魚干線往機場方向部分行車線會封閉 駕駛人士只可使用餘下的行車線行車 青魚干線的下層已開放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那麼 3 4 5 4 4 4 5 7